大家好,我是營養師或是音樂Sindy 今天要教您使用這台專業調理器 開啟你的健康美味新生活 最近天氣開始變熱對不對 那草莓啊已經到了草莓季的尾端 所以現在的草莓就是像這樣子 小小一顆有沒有 擺在桌上也不好看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來利用這種草莓 小顆的草莓 那我們來做一個草莓的果汁 今天這個果汁叫做超級草莓飲 那它在我們的食譜當中的第14頁 也可以翻開食譜看 首先啊我們準備了優格 其實市售上有蠻多的優格 就是那種一盒的優格 也有這種一大重的優格 那如果你是一個人在家裡 或是比較少吃優格的情況下 你可以買那種外面分裝好一盒一盒的 那那我們今天是用200克左右的優格 所以你就可以開一盒或是兩盒 看它外面的格數 不過如果你像我一樣 我還蠻喜歡吃優格 我喜歡買一大重優格回來 你就可以把它挖出來 就是到你需要的重量 那我們就是今天是準備了220克的優格 那優格啊其實它雖然它也是一種就是有奶的製品對不對 所以啊它也會有乳糖在裡面 那因為乳糖啊它已經被乳酸菌去作用 那它一定優格當中的乳糖會比牛奶都來的少 所以如果你本來是喝牛奶會拉肚子的那種乳糖不耐症的患者啊 也可以選擇吃吃看我們這一款就是超級草莓的 因為優格說不定會讓你脂肠會更加健康 而且不會到拉肚子的現象 好 那第一樣水果當然就是我們的草莓拉有沒有 草莓其實 草莓的大小 大小不一美 那它一顆其實大概是10到15克左右 那像我們今天準備了300克左右的草莓 在水果的份量上面來講的話 它是兩份的水果 那草莓近年來這種莓果類的水果都非常的受歡迎 為什麼 因為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以及抗發炎的那種直化營氧素 那這些直化營氧素啊在體內可以發生協同作用 什麼是協同作用 它就是讓你一個1加1大於2的那種作用 那對你的心血管也有保護喔 那除此之外草莓它是一種非常富含維他命C的食物 100克的草莓當中啊 就有大概66克的草莓 的維生素C 那300克的草莓呢 就可以滿足就是兩個人一天 跟所需要的維他命C含量 所以像今天做出來的草莓飲啊 就是非常適合分給兩個人用喔 那雖然說就是 維他命C它是一種它非常怕熱 就是我們膏如果轉太久的話 它可能會造成就是維他命C被破壞掉 可是因為我們的調理器它的轉速非常的高 那它以最短的時間內 它快速的轉彎 那維他命C的破壞會比較少一點 那接著最後我們要放的是香蕉 那香蕉啊 有些女生可能會覺得說香蕉熱量很高對不對 其實是因為香蕉它的澱粉會比其他的水果來得多 所以說一樣重量的食物的水果來講的話 香蕉它的熱量的確會比較高一點 那如果你是平常喜歡吃香蕉的人的話 也可以在飯後來跟香蕉 可是要注意不要就是每天都吃香蕉 會造成的就是熱量可能不小心吃到太多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所有的水果都放進去了 最後我們再放入一定間病況 好那蓋上我們的蓋子之後呢 我們今天要使用調理機2號的裹錫功能 那現在呢 調理機開好之後按這個 2號的裹錫功能就OK囉 好的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呢 我們的超級草莓影就完成囉 這樣像我們今天做出來的大概是 700cc左右的能量 那我剛剛有說到 這個大概是分給兩個人左右對不對 那你就是一個人大概喝350cc左右 那不要小看這一杯喔 這杯當中有1.5份的水果 你看一天這樣 你就輕輕鬆鬆的攝取到1.5份的水果 那維草蜜蜜蜜呢 你看這一杯當中 有你一天所需要的維草蜜蜜 是不是非常棒 那這杯超級草莓影的 適合超級的你 趕快去打一杯來喝吧 好那今天新題的介紹到這邊 掰掰 唯一 好了